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 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纽约地铁惊魂 黑枪手以枪弹袭击旅客震射人心 长久以来 治安不佳的纽约地铁又发生了极严重的枪击事件 一名盛穿橘色建筑背心和防毒面具的独行黑枪手 在光天化日下向布鲁克林地铁车厢 投掷烟雾弹并开枪扫射 造成10人中弹16人受伤 警方已公布这位凶贤为非裔黑人瓦兰克 他正在逃逸遭通缉中 警方认为该人租用了一辆卡车到地铁站行凶 由于受害人多为亚裔 警方尚不清楚是否属于族裔仇恨事件 无论其动机是什么 黑枪手以枪弹袭击旅客之嚣张行径 十分震慑人心 根据多份民调报告 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已不再使新冠疫情 而又回到枪支泛滥和犯罪问题 也正因如此 拜登总统才正式宣布了一项新枪支法规 去防范和追踪所谓的幽灵枪 这种枪是指没有序列号出售的组合枪 拜登出此政策目的在于禁止黑枪泛滥 但非常讽刺的是 他的话说不到24小时 就被那个黑枪手投掷烟雾弹打脸 他似乎在向拜登叫嚣 你虽严控枪支 但我还有烟雾弹可用 严格管控幽灵枪是非常必要的 但如没有国会支持通过法案 总统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由于枪支游说团体对国会共和党人的施压 使他们进退两难 在这次改革过程中 拜登再次强调普遍背景调查 禁止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架 以及终止枪支行业因此造成的混乱 而享有的民事责任豁免 这些改革需要国会批准 但在当前的国会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所以国会议员应以天下苍身为念 与白宫合作共同打击罪犯 才是真切迫切的事 犯罪是防不胜防的 随着经济下滑和失业问题 所造成的社会犯罪率逐年的增加 随处可见打砸抢 与开枪行凶 以严重的威胁了我们的生命安全 让我们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之下 政治学家慕尼曾说过 恐惧永远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 这个国家犯罪已经被种族化了 慕尼之言绝非威言耸听 值得我们深切醒悟与探讨 拜登政府以不单是从枪支 暴力的管控来解决问题 严管枪支固然必要 但如何加强对少数族裔治安维护 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了